欢迎收看编外书童,竹马有点甜,第27集,蓝望鸡在院中巡视,忽然闻到了一些烧焦味,他轻轻跃上墙边的树枝,他轻功极好,落下无声,压低身子一看,工墙下一排排士兵拿着火把整整齐齐站着,近百人竟然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蓝望鸡脸色变了变,那有私殿里其他人呢? 蓝望鸡在院里快速查看,几番寻找,终于在片房里看到了被毒晕的两人,这两人是将军府的旧部,另外的几个侍女应该是皇后早就有意安插,现在也不见了踪影 蓝远定出门未归,也是生死未定,蓝望鸡沉了沉心,探过几人的鼻息,看了看桌子上的茶点和茶水,心中一冷,竟然是因为他今天茶米未尽, 才逃脱这一番投毒,他上前把脉之后,拿出了行李中的解毒药物,只能暂缓毒性,不过可以让人清醒 几人商量一番,最后蓝望鸡让两个侍女躲在了未无限小时候贪玩挖的地窖,还做了简易的机关门 当时他拉了蓝望鸡一起躲,现在也只能躲下两个宫女了 蓝望鸡不能躲,他还要确定蓝远定的安危,他还要把东西交给他父亲的挚友,魏无限父母的熟食,他还有去见魏无限 这一次的大火,刚好可以让他神不知鬼不觉脱身,是危机,也是转机 蓝望鸡藏好两人跃上屋顶之时,刚好一根根带火的箭雨射进院中,一片大火迅速蔓延 蓝望鸡站在最高处,看着他和魏无限一起住了快二十年的屋子,被大火燃烧 想到魏无限喜欢的美人席,想到魏无限和他一起做的东西,心中暗暗发誓 魏英,以后一定陪给你,不知道哪里的一生鸡鸣,天又亮了 蓝望鸡抬头看着破庙屋顶中洒下一丝一缕的阳光,忽然想到了魏无限的笑容,也是这般鲜亮温暖 不知道魏无限现在走到了哪里,不知道他是和傅君是否顺利 公子,想为公子了吗?蓝远定也从一堆杂草中出来,看着蓝望鸡说道 那日蓝望鸡从花园经过的时候,发现蓝家的标记,之后找到了蓝远定藏身之地 原来蓝远定半路就发觉那人眼生,燕青走之前,带着蓝远定认了很多人 说了很多辨认之法,蓝远定便找了机会脱身,悄悄躲在了花园 想赶回去发现有司殿已经被二皇子围了 不过外姓两人顺利接应,这下之后的行动更加快速了 明日是太子登基大典,也是他们的计划之日 有司殿失火之后,皇后对皇城外宣称为将军亲卫杀了蓝二公子 对朝堂宣称蓝望鸡是南国派来的奸细,专门杀忠义之士,为无限和他狼狈为奸 紧接着城中很多不服从皇后一党的人就被奸细刺杀了 手段残忍,明目张胆 大臣们心知肚明,这是皇后寻得由头罢了 可是没有理由,蓝望鸡和魏无县也确实都不在明处 更见不到皇上,谁都不可能因为猜测君上的生死 直接杀到秦政厅问询 不过皇后算无一策也没有料到,在这么大的一个皇城,他翻遍天也没有找到蓝望鸡 最重要的是,有司殿竟然一具尸体都没有 蓝望鸡和蓝远定一边躲过追杀,一边通过魏将军,清衡军的信物 联系了很多忠臣议事,证据在手,将真相告知 群臣激愤,义愤填膺,不能放任皇后一党继续屠戮下去 蓝望鸡恩了一声,回答蓝远定的问话 蓝望鸡也知道这一次计划危机四伏 九死一生,九死一生,明明之前答应魏无县 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小命 他若是知道,一定生气 蓝望鸡这么想着,嘴边扬了扬弧度 公子,快躲起来 蓝远定从破窗往后退 蓝望鸡也听到了甲咒兵器的声音 听起来是一个八九人的小队 蓝远定和蓝望鸡找了藏身之处 可是破庙四周荒芜 庙里的东西也很多都被移走 十分空旷显眼 两人默默拿出了武器 躲不过变战 不那个留活口 那一对兵族简单交流 果然决定了进来搜查 两人在门口盯梢 其余七人轻手轻脚走了进来 破庙里的生活痕迹被蓝望鸡 他们收拾得干净 只要不往寺庙神像之后走 就看不到他们两人 军上生前礼众佛教 即使是士兵 也不可以亵渎神灵 这里的原本神像被请走 盖了更大更好的 贵族都遗忘了 这里还有一座 士兵甲 这么小的地方 藏不了人吧 士兵姨 那怎么办 再找不到那位 咱们都玩玩 士兵假叹了口气 之前见那位二公子 文文弱弱的 没想到这么能躲 这得找到什么时候啊 士兵姨 佛像后面能藏人吗 士兵秉惊叹 你赶上去 士兵姨笑着说 军上都不一定活着 还怕这个 说着那士兵 就往上一点一点地走着 蓝望鸡蓝远定出其不意 提见而上 那队长看着士兵和两人交战 竟然难舍难分 此时不决定 一会儿全部都走不了 他一时情急 对着门外的人大喊 去请支援 我们发现蓝二公子了 蓝望鸡和蓝远定脸色一变 蓝望鸡挡了一箭 便往门口攻去 不能让他们传信 不然明天的计划 刚站到门前 蓝望鸡听到门外士兵 一声闷哼 一个人影顺着破门滑下 透过一点门缝 蓝望鸡知道 刚才那个人已经晕了 他握紧了壁尘 紧接着 门被从外大力一开 一只飞镖顺着蓝望鸡的耳侧飞过 直冲刚才说话的队长 蓝望鸡看到熟悉的飞镖 眼神一亮 不好意思 今天谁都走不了 身穿盔甲的魏无羡 手里还拿着另外几只飞镖 看着蓝望鸡笑得肆意 很快这一小队人马被三人制服了 有的昏迷被捆 有的直接被打晕 蓝远定从他们身上拿了不少干粮 正准备叫他们公子 就发现魏无羡和蓝望鸡不在这里 从门口只能看到他们到寺庙外的大树后面 不知道说什么去了 蓝站好了好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魏无羡笑着躲还要按着他亲的蓝望鸡 可惜被前置得动不了 嘴上说不让对方动了 又没忍住凑上去亲了几下 蓝望鸡的手又用力按了按人 魏无羡才老实一点 刚才战况一明 蓝望鸡就用力牵着魏无羡的手腕 把他拉走 到了这边树后 魏无羡就被困在树和蓝望鸡之间 蓝望鸡眼光灼灼 上下打量魏无羡是否有受伤 看着他穿着皇城进军的衣服 一看就是刚混进来不久 太险了 若是在军营被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